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上的3500名乘客 從2月5日起進行為期兩週的隔離 然而船上的確診病例不斷攀升 週六又確診了67人 總感染人數已達到285 《紐約郵報》指出 這艘郵輪上共有428名美國人 美國國務院週六發表聲明說 將提供包機將美國公民從日本直接接回 包機定於2月16日晚抵達日本 之後將在美國加州的特拉維斯空軍基地降落 一些乘客將繼續前往德州的拉克蘭空軍基地 撤回的所有人都將被隔離14天 而出現症狀的美國人將無法登機 國務院表示他們將會在日本得到所需的照顧 研發治療新冠病毒的藥物也有進展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週五晚 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的採訪時表示 新冠病毒藥物的測試和生產 最早可能會在2月下旬開始 另外 歐洲出現了第一起新冠病毒死亡案例 法國衛生部長布贊週六說 一名在法國住院的80歲中國遊客 死於新型冠狀病毒 目前法國有11例確診病例 至週六截稿為止 中國大陸以外 20多個國家和地區確診了500多個病例 菲律賓、香港和日本都發生過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此外大陸以外 將已經破損後 已加上任何幸福 一次 治療會 破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